大家好 大家好 最後一個講 會有點遲合 因為如果講比前面不好 就很慘 所以一定要講比前面好 那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銷售前你得先知道的事情 然後我要講這個主題 主要是因為 我本在工作室跟銷售有關 然後我會訓練新鮮人 然後我發現第一次進來銷售領域的人 就會有一些盲點 把這些盲桿稍微整理出來 然後給大家一個比較正確的認知 如果說以後你有機會踏入銷售的話 要怎麼看待銷售的一項工作 那我今天會聚焦四個重點 第一個是談拒絕 第一個勤勞 然後第三個獎勵 第四個動作 那我們現在談拒絕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在銷售時候都希望 避免被拒絕 那我覺得是錯的 為什麼是錯的呢 原因是因為 就算是再偉大的人 他都曾經被拒絕過 不然假如是他不會曾經 離開過迷惑 那在我們公司其實是 他的Sales 他還是會被拒絕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是因為拒絕才是銷售的開始 我今天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有一個人來跟你買東西 然後他已經來就說 我要買A買B買C 那基本上你是要做銷售 因為你不用講他就會買 那我們做銷售行為呢 就是希望購買者 就是做出他購買舒適圈以外的行為 所以他走出這個舒適圈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抗拒人 所以他一定會拒絕你 那拒絕才會有銷售行為的開始 不然就沒有銷售 那這樣講呢 好像每個人都會做拒絕 拒絕很簡單 那這樣做銷售 是不是很難的一項工作 其實也不盡難 我分析給大家聽 以我們的輪標族群來說呢 大概可以分三類 然後他是一個機制塔的分部 第一個階層呢 就是死都拒絕你了 不管你怎麼講 他就是會拒絕你 他出生下來的目的就是要拒絕你 很奇怪就是要拒絕你 那這個呢 遇到這類的族群 基本上我跟大家講 就是不要理他下一個會更好 很多新人 遇到銷售 他就會覺得很沮喪 很難過 然後想說 我可能不適合做銷售工作 其實誤會大了 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還有一種就是說 你既然都會拒絕我 那我一定要講的比你還快 在你拒絕之前呢 先講完我要講的話 所以你會怕有些銷售人說 挖挖挖挖一直講去講 然後跟你講到這產品 有ABCDFG 然後你聽到這種狀況呢 然後就像風架機一直轟炸 那基本上換來的結果就是 他會更想更快的拒絕你 所以遇到這種 就是不用理他 因為他不是你的潛在客戶 那第二種狀況是 他能夠被說服 就是其實他會願意聽你講 但只要有掌握到 銷售的關鍵技巧的話 該核標的達分 那基本上他就會被說服 所以這個才是你的重點 下方 那也是你該 逐摩銷售技巧的地方 那第三種呢 就是被拼也可以的客戶 怎麼說呢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有講 隨便亂講 他還是會買 有這種客戶 我們稱之為A他的客戶 那就要好好的分析 所以如果從這兒的分部來看的話 金字塔裡頭等於說 三塊有兩塊可以成交 所以其實做銷售 要銷售出去 沒有那麼的困難 只要你夠勤勞 你就可以遇得到 就是這種被拼也可以 或能夠被說服的客戶 那講到勤勞 就要講一下金字 當你要做銷售的事情 勤勞是第一個階梯 第一個階梯就是 即便你的銷售技巧再厲害 再高超 你如果不勤勞 你還是沒辦法把小東西銷售出去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 美國有一個銷售名人 叫喬吉拉德 他的記錄是一天可以賣出六輛車子 到目前為止他的記錄 就是還沒有人可以過 可是他這麼厲害 這麼會銷售的人 請問他每天上班工作在幹嘛 還是拜訪的 在我們公司 即使是top sales 就是他的業績做得很好 像我曾經三天內做完 七天內啊 三天內忘記了 反正七天內 七天內做完當月的業績目標 請問我隔天要不要再出去拜訪客戶 還是要 沒有一個top sales 他會說我一期做得很好 所以我隔天不拜訪客戶 所以勤勞是關鍵 我發現有些很多不錯的苗子 就是說他很有潛力 我覺得他可以成為銷售標準 可是他往往不願意離去耕耘 就變成說他的成績一直出不來 然後他就覺得說 我不適合做銷售 我就會覺得很客氣 那以我來說呢 我一天拜訪的客戶 我大概有60通的有效電腦 60通有效電腦 就是偶爾聯絡到機面的 一天60通 那實際上有成交機會的有幾通呢 最好的狀況是5通 那最差的狀況是1通都沒有 那平均來講才1通到2通 所謂成交紀錄就是馬上成交那種 那你要看喔 以這樣的數字 如果你是一個親自拜訪的業務 你一天最多可以拜訪幾個 四個很了不起的吧 所以呢 五天下你也才拜訪20個 那所以有些業務就是說 我這個禮拜我很努力 五天工作上班 都每天從找忙到我拜訪的路 可是都沒有一個 有潛在成交機會的客戶出現 我覺得我不適合做業務 錯了 因為你可能拜訪的量其實還不夠 那你看我們 更何況有些業務 他是一天只拜訪一個客戶 或兩個客戶 那你覺得他遇到 隨他潛在客戶的機會有多大 其實相對來說是很逼的 所以有時候在做業務上 第一個門檻 第一個階梯就是 你一定要夠勤勞 才可以 但是我也想要跟大家講 就是勤勞不等於 你就會成功 為什麼呢 這部分我要講一個色色的故事 所以現在還有女生 我允許你們把眼睛遮住 但是還是要聽我講完 這是我的故事這樣子 在網路上看到 有一對新溫夫妻 他們來自一個純木的農狀 他們一直很想要生一個小孩 所以怎樣都生不出來 所以他們到醫院去檢查 去檢查 醫生就檢查男生 精子的質量OK 數量OK 活動力OK 各方面都很OK 檢查女生 卵子OK 排卵OK 子宮也OK 各方面也都OK 想不出來到底他們哪裡都OK 可是為什麼生不出小孩呢 那醫生就一直在想 難道他們的新生活出現了什麼異狀啊 那就問他說 新生活有沒有什麼不寫聊的地方 後面想很久 應該沒有 後來太太就說 就做完結束的時候 屁股會覺得有點痛痛的 所以醫生知道 應該的真正原因是這個 所以當你已經夠勇烈 為什麼你相受還是成績不好呢 往往是因為 你還不懂得及的銷售觀點 第一個 只有獎勵 什麼叫獎勵呢 就是講產品意義 我發現很多 新興的銷售人 他普太會講產品意義 他只會講產品特色 什麼叫產品特色 比如他今天賣一個iPhone 他會跟對方說 我跟你說 這iPhone手機 那是第一大品牌的手機 然後還有四核心 然後一百 一千三百萬畫素 無延伸到 然後很薄 基本上除非對方是技術阿展 不然呢 他對你這樣的一個介紹過程 是不會有什麼興趣的 那好的銷售員是 他會去講 欸 這個產品對你有什麼樣的幫助 那跟一下電腦售人 他會跟你講 為什麼你應該有什麼 這樣一個產品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最近金銷售很紅 這廣告 他說 世界越快 新則慢 那我們現在講 如果你要去 你是一個4G的銷售人 你要怎麼去跟他銷售 3G跟4G有什麼差路 如果你跟他說 4G比3G快很多 那你就是在講產品特色 那你怎麼又講產品利益呢 他講說 過去呢 你下載一部HD的那個電影 就是高清化成電影 他花的時間 如果你在3G的時代呢 大概花80分鐘 所以差不多是一個半小時 那如果你換成4G呢 你只要12分鐘快有8倍 那這樣的話 都要用這個電腦 哦 我原來4G 對我影響是什麼 他才知道 為了這個才想去共和 那如果今天是我 來賣給男生的使用者的話 我會怎麼講 我跟他說 欸 過去在3G時代你下載 每一個小時 你下載一部A片 但是你換成4G之後 一個半小時 你下載8部A片 所以之後男人 你不換4G行嗎 對不對 那 那 所以我跟你講 你們回去觀察 會先換4G的一定是男生 好 那 為什麼 就是用外的一個銷售法會有效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每一個人都希望 擁有更好的自己 不然 以免不會活 以免不是賣他的什麼 醫療技術多厲害啊 他是賣一個更美麗的自己 所以呢 如果你是要賣一個產品 你就要想 跟他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 那 呃 當你會想這些產品第一的時候 你會說奇怪 有什麼部位的時候 一些部位還是會考慮 然後 呃 就是他那個鈴門角 就沒有辦法成交 原因是因為你可能不知道 什麼 說動聽 什麼叫動聽就是 洞察你聽到的訊息 呃 我發現很多經濟的銷售員 他不知道他要聽什麼 他說 有啊 我有聽客戶講的東西啊 那到底他要聽什麼 我要說的是 答案是ABA 什麼是ABA 之前有一本書很紅 叫QBQ 問題背後的問題 ABA就是答案背後的答案 當客戶跟你講一個表面的答案的時候 你要去聯想這個答案後面 是什麼樣的情境 比如說我今天賣真材廣告 然後我再說 欸 李先生你最近有沒有要照顧人員 我已經登報了 請問這個答案 他後面代表什麼樣的訊息 他代表的訊息就是 我現在已經有來用了 我不需要 那你就不可能很白目的說 我跟你說 我這邊啊 很便宜喔 然後效果比你現在用的好 這叫白目 因為呢 使用者 他使用他自己的產品 他如果沒有任何負面的觀感的時候 你去強調你的產品比我好 他覺得你幫我當白痴嗎 曾經有一個客戶 他跟我說 他帶他業務去採訪一個採購 然後採購說 我為什麼要用什麼家的產品 他說 因為我的產品呢 比你們過去用的 就是品質好 然後呢 價錢又不便宜 結果那個採購就回想 他說 我在採購業做了十幾二十年 難道我分不清楚這樣的產品 CP值怎麼裝嗎 我需要你一個業務來跟我講嗎 所以這是白目的回答法 所以你要知道 他回答你的答案 他背後的情境是什麼 那你要從他那個情境去分析 講他想不聽的東西 所以我們最後來複習一下 如果你要做銷售工作 第一個跨越的門檻是拒絕的 那拒絕只是一個門檻而已 對所有銷售人來講 拒絕是很強的事情 那你要賣上第一的銷售成功的接力 就是你要先勤勞 再你要會講產品第一 最後你要會動你這樣子 好 那謝謝大家 今天英文已經講 謝謝 還有五分鐘QA時間 這麼精采的分享 有沒有要選到什麼 好今天問第一個 這個 你這份檢方會不會在教育訓練時分 心境好人 分享 這是我 剛剛整理出來的 所以我心境好人來 沒有看過這東西 但是我訓練流程不一樣 我習慣要愛喝那種東西 還有 我想要問那時候像你剛剛說 他說那個銷售人員 他去遇到一個人 就是 像你剛剛說說 他已經說他現在產品用得很好 那你就不能說你的產品應該去買東西 那你要講什麼 因為他想聽的 嗯 好 我分享一個小小的技巧 就是 那個 對 我曾多接到三人 比如說他說我報紙找的 像比如說他如果我已經有登報了 那我會去從需求面了解說 那你找你的效果怎麼樣 我會先去了解他的狀況 然後才把它找出切入點 如果他跟我說 我用得很好 找得很順利 聽起來好像沒有破解的地方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就要舉例 舉例法是在銷售裡面很常用 我等一下 我講給你 我會這樣講 他說其實因為現在的人都習慣 就是用上網找工作 但有很多廠商 以前也蠻喜歡用報紙 然後報紙也是很多人來 可是他發現近年來 用報紙找的人真的是 慢慢變少 趨勢有變少的狀況 這個是事實 講事實 不會有人反對 然後再來 因為你講的是別人的案例 不是他的案例 他也不能反對 所以那次你講的內容 他都有聽進去 那如果你講中他心中所想的 什麼之類 那真的現在就是跟報人變少了 但他不會講給你 他心裡面會這樣子 他就認同 我只要做這個心中 小小的成交認同 那對我們後續的銷售就有幫助 他就會從小認同 慢慢在我後面講的東西 這是一個心理的銷售認同的市場 一個熟練的業務人 他會想辦法在第一時間 就是先達到你的認同 所謂第一時間達到你的認同 比如說今天很熱 看到你的進去 他說今天真的很熱 你認不認同 我想是40認同 這樣就是好的第一步 那再來你如果去法務公司 買東西的時候 你也會聽到 就是你的專會小姐 他會去跟你講說 就是比如說 我用了這個產品 然後他覺得還不錯 他就會想說 其實我某某一個客戶自己 是用了這個產品 他也覺得還蠻不錯 他又有酒又發現 你那可能怎麼樣 後來他想說試試看 用回家 後來就覺得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你回去實際上 銷售人有沒有在跟你講過這些話 有一定有 都是這樣講的 我想要請教一下 那你本身對 舊客戶的再次推銷 應該要怎麼跟他推銷 再次推銷 就分兩種 一種就是使用後很好的客戶 那基本上那種 其實也不需要太推銷 就是跟他裹剛解決就OK了 因為有時候 可是蕭培應該說 我們針對所謂的供應鏈的關係 可能會維護他的關係 那其實有時候他就認了這個業務 他覺得我跟你講 我不用講太多 你什麼都懂 他就自然找你 那另外一種就是 他服務過效果很差的 那種的話 就要針對他效果差是什麼 我跟你講 當然有顧客跟他說 你的產品很差 不要馬上被他嚇到 不要馬上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一定是我們說 沒有 你要先把這個事情分析 有沒有 一分三 你說效果很差 那是什麼狀況 是那時候 認證的人不多嗎 還是來的人爽約 還是來的人不喜歡 把狀況分析分擦開 然後呢 你才可以交出問題 而且呢這樣的話可以轉移他對你的泡 因為他已經轉移到你氣層 他在思考說為什麼差 但是他一開始的情緒是 你公司的產品很差 他就覺得你就是差 那什麼差 他心中沒有想那麼多 他就是差 對 如果他已經使用過他家同性質產品 然後也覺得很滿意的 你要如何推薦你們家的產品 這要看是他的提反意是怎麼樣 對啊 那我我會去切入說 就是如果他跟我們是同性質的產品 那我這個 這比較了解你產品的優勢是什麼 因為這是同業比較 就是有像有時候就這種問題 就好像他說 你跟我說 你跟其他家的人銀行有什麼不同 同樣的意思 你要會講你們產品的優勢 那如果說 如果你講過說你們產品的優勢 那也有問題 如果是你們產品真的有問題 這不然你們會同業中 找不出優勢呢 再怎麼樣都找不出一點 那我 那個 就是 順著剛才的問題 就是他講說 他說 為什麼人產價比人家高 就這樣 在講說就這樣 常聽到一種是一分錢 一分貨啊 對啊 對啊 是啊 是啊 大家焦點的體質比較好啊 配的都不太多 就是 比如說 好 我們人力行有分點 假的 銀牌跟像我們收費比較高的平台 然後他說 別人的收費還多少 我說是我們會員數真的比較多 那對方會員數可能只有我們尺分之一 可是他也沒有收你 像我們價格的尺分之一啊 像比如說我們一個月是簽了好了 我說他一個月有收你420嗎 沒有 這我已經打聽過了沒有 所以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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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得到 再來 沒有 因為上一次我們有聊過嗎 就是說 老虎就是比較厲害的那個 有聽得到那個 close的念 就是 就是 成交訓號 成交訓號 你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還是先來聽 成交訓號真的需要經驗 沒有辦法用 就是說 但是 我有訓練我們心境同仁的一個標準流程 就是 比如說你拜訪都會說 你最近公司有找人嗎 他說有 然後我就會 因為其實新人都會很喜歡繞圈圈 他就說 我跟你講是多少 多少 不錯 這個前接法是錯的 所以他說有 他有這個需求 馬上就問他 那你要不要用我們家的產品 然後呢 他如果沒有說話 那就可以繼續 他說 那我們現在的方案有什麼 我跟你推薦哪一個方案 我們會聽客戶的反應 他如果沒有 直接的拒絕 就表示在他可評估的方案 那時候我們就要再進一步 再進一步 然後呢 他是一個 測試 試水龍 我到底可以到雷 到幾類 我講一個 成交訓號有很多 他說我今天有一個商品 就是我們 那個同仁 拜訪過去 然後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 要自己打電話給我 我覺得每天接你們的電話 我覺得接得很煩 然後他只是隨口講 一句話 可以講你都加入一年的方案 我一年都不會草皮這樣 結果對方真的就加入了 所以 我最後講 因為你要成交這個東西 其實我跟你講 成交是沒有道理 你不要相信說 到底成交 為什麼會成交 有時候成交是沒有道理的 我舉一個真實的案例 就是我 我爸媽 你知道老夫老妻 總是在嫌東嫌西這樣 那我媽媽常 就是以前會嫌東說 我懶惰啊 不做家事啊 然後還抽煙啊 那些什麼 沒有的壞習慣 那有一次我就稱讚我媽說 如果媽 就是爸跟你說 他做這些 讓你生氣的行為 其實原因只有一刻 他說 我什麼原因 因為他愛你 我怕你這麼麻煩 你怎麼 待了五秒 然後眼慌泛了 然後鼻子發火 然後鼻酸就說 我會很感動 等一下 怎麼回事啊 他說他會很感動耶 可是這重鬥耶 跟他愛他沒有關係啊 就是 他的什麼焦點就是 他聽到我愛你 就暈了 就是造型 所以你說 對方那個造型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這要辦體驗 他需要整年的耳機 我還想問 你說你今天打電話 變化 只有五層會打到 P-person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 打到P-person 你說什麼 就是打電話 你說說你用的時候 只有五層可以 今天抓到那個 我講一下 其實開發新路 是真的辛苦的 開發新路 真的辛苦 那所以開發進來 然後你一定要好好的 維持他 讓他有一個好的使用體驗 那這樣之後呢 他就會幫你介紹客戶 甚至呢 他會一直成為 中心的使用者 其實像你做銷售 呃 就是單月子 會越輕鬆遠心 你有很累積很龐大的 中心客戶 那我很多場 是直接幫你介紹 欸我跟打電話說 我是那個誰誰常介紹 雖然因為我們有一些分區先退 有時候介紹起來 不算什麼意思 但是 確實我有很高的學問度 甚至 他就是 呃 沒辦法瞄悟我就對了 所以 呃 我覺得開發新路 是真的 呃很辛苦 那你開發進來 不要 呃丟著不理他 除非你的產品就是 就是一致性使用的 那種的話 可能也 就 欸 當然那種的話 有些會業務員會 就是誇大氣死了 反正就罵你一次 都不會再見的那種 可是我覺得不好 長期來說 人生也不好 對 這是一個平凡 我想問的 這樣怎麼接觸到 所以有些催修員 他可能在前面都被擋下 那麼接觸到 沒有 呃 當然你可以分析說 你的主要 除了使用產品的族群是誰 然後你往安的族群去 去聯繫 會比較容易有機會 但是不代表你這樣就不會 就是每個都給你成交 不會啊 不會啊 我會講說好 都賣內衣好了 每個女生都需要內衣啊 那我都每個女生都會消息 我每個女生都會跟我賣 不會啊 所以不要去支持我說 我要怎樣可以接觸 就是最容易接觸到 最容易成交的 不要去花時間錢 努力拜託 才是最實戰的 哦 這是亂槍兩兩 剛剛小明星是亂槍兩兩 就是我 因為大家不要知道 你是在一大會 那我以往 我以往是在 自出無形 當一個行政 它也接觸了不少 像104 111 我不會接觸到的 都是那種 我付費時間 快結束 他們才會打過 欸你還怎麼要去啊 那你怎麼去回顧 這段時間 那你没有这么多意义 我那时候都是找的意思 因为我跟妳讲 那一家 那一家人银行 比如我们家人银行有发别 那一家人银行比较鼓励 人资使用他们的后台 所以他希望妳是被那后台绑住 不是被业务员绑住 那我们这边销售就是 妳要被我这个业务员绑住 我们有很多客户是 我是为了妳才插入的 我就知道 那像我们是每两个 就如妳贪婚之后 我们是每两个礼拜 就会跟妳关心一次 就差别不一样 其实我分钟一直超过 赞啦 主持人是不是应该交给妳 也適合妳 因为妳的询问度很高 没有量纯者耶 那询问度这么高 好 我们谢谢齐浩 谢谢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